当家本来就会有当家的困难 从一开始其实 不管是朱立文主席 或者是黄建廷秘书长 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他们也是 在很多很多的纷争当中 去做一些调整 然后去做一些沟通等等 只是呢我还是希望就说 党内要怎么骂 其实要怎么样讲意见都可以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不要透过媒体去放票 不要透过脸书去讲太多党内的事情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沟通机制的嘛 不管是在中常会上面 又或者是一通电话 其实都可以去做沟通 我觉得最最大的争议在于 我觉得这一次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我们党好像十分比较多 我觉得最大的争议 从一开始的选择会期到最后 我发现大家其实已经不是 在讲选择会了 大家其实反而在讲说 谁跟谁的心结 所以这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最希望的 还是回归到沟通机制 我们有个沟通机制 我们好多次要来谈 所以我们可以避免很多 在脸书上面啊 或在媒体上面啊 等等的被大家见缝插身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应该是要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次的纷争 这一次的争议 把它转换成养分 这次的教训我们到了 我们就应该要更团结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失分很多 所以我们要更努力的 把这个分数补回来 我觉得这是现在啊 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 刚刚选对会的这个争议啊 其实我们自己看也很难过 就说我相信出发点会是 绝对没有一个人想要啊 这个局是这个局明明就对我们 民众乡亲对我们有期待 就我们故意把自己局给破坏掉 或说有人来搬桌 绝对不是 可是为什么会当我们提出来一个好的 就是一个政策啊 一个方向一个策略的时候 为谋其利先受其害 那还有就是变成是让很多的乡亲 或是很多民众会觉得是说 你们国民党啦 就是没有三天好啦 只要一个尾巴翘起来 马上大家就是 开始这个尾巴都翘高了 然后就开始 这十几年你们都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有改变的地方 我们一定有改变 那但是还没有办法让民众相信 甚至说让民众在这一次 会觉得说国民党又重蹈覆车的情况 我觉得这真的不应该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那选队会我想我们也不用 再去细旧说 他到底这样的一个设计之前怎么样 那我们就是往前看 所以我们现在回归到还是第一 立委的选区里面就是 现任我们做第一阶段 那第一阶段也会 我们也是需要如果说 我们也是需要去登记 我们也是需要去领表 那并不是说现任就优先 那第二阶段 如果说第一阶段处理完没有问题 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再陆续处理 那真的协调不成只能民调 但是我们会希望是说 在这个民调过程当中 大家就是维持至少不伤和气 能够讲自己好 就是说不要讲对方不好 因为讲对方不好 其实只是内斗内行 又会让人家看笑话 那还有一点是 我觉得最重要是说 刚才我有讲到一句 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心里话 我说有些时候 我们党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那家是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 大家也都有看到 这类似的这种文章 就是如果说你在家里面 你凡事都要据理力争 都要理直气壮 哇那这样子这个家 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好的感情 不管是我们讲真正的家庭 或者说讲一个组织 那我们只能做 但这不是相怨喔 这个是在于是说 我们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内部沟通 而不是讲出来让外界看 然后让这个绿营可以来见缝插针 我觉得这些部分真的是 能够减少当然要减少 那还有最后 我相信所有的民众 一定都很期待说 那你国民党你们总统是谁啦 对不对 我们就网路上我们就直接讲嘛 主持人换你当了啦 我就想要等讲这一句你自己cute 对那民进党就赖针德了 那你们你们国民党是谁啦 你们还要在乱吗 还要2020吗 还要在初选 然后互相打一打打完之后 还有人明明结束之后 还不论或是怎么样的 还跑掉 所以我的结论啦 就说这一些声音 因为我们自己是第一线的立吻 我跟所有相亲 我相信我接触到的人 绝对比一般的民众多很多 所以我们自己也都听得到 很多的声音 就是我们不能有那种骄傲的气息 我们不能有尾巴翘起来的气息 然后大家普遍认为 总统候选人谁最合适的 我们也都有听到 那我觉得在于这段时间里面 怎么样让我们最强的总统候选人 能够出现 并且在整个党 大家母鸡带小鸡 或是众星拱月的情况下 我们一步一脚印 然后每个选区都赢得多数 每个选区都赢得多数 国会要过半 总统要政党轮替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我们2024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上路上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民调嘛 然后就开始 就是很多的支持者 他们也都非常关心时事讯息 他们都会说你看你看 就是因为国民党都还没有正确 就是说谁谁谁要参选什么等等的 民调才会落后这么的多 他们的担心跟 尤其是我觉得不亚于 我们这些从政党员 其实支持者他们会更担心 因为他们在基层 他们已经受购民进党八年执政了 他们已经受购 他们不想要未来 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台湾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拿到 不管是疫苗 那或者是说他们很生气 现在的物价长得这么高 电价又要小 然后通货膨胀等等的 也就是说其实从之前疫情到现在 这些民怨没有消退 反而不断是不断不断的在增长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太生气了 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是非常非常有期待的 但也因为这个期待感非常非常高 所以最近在看国民党的一些分身 纷扰的时候他们会更难过 就是因为期待感非常高嘛 所以你也知道有期待的时候 这个有时候失望的程度 也会跟着跟着下去 所以我都可以理解 那所以我现在在基层啦 变成你知道我们现在去基层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安抚他们 然后告诉他们其实不要急 因为虽然大家现在看到民进党定于一尊 那都是表面而已耶 其实民进党你说真的他定于一尊吗 赛英文的英系真的对赖清德 完全没有疑虑啦 骗人的真的是骗人的 赛英文的英系 还有包含他旁边的幕僚啊等等 甚至连策翼 他们其实都没有走出 之前总统初选那一出戏 那一战 那他们其实就是完完全全没有走出来的 而且呢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 之前蔡英文不是其实 他是希望赖清德在主席选举的时候 是提代理人出来吗 但是赖清德并没有遵守蔡英文的意志哦 他是自己出来选的哦 所以其实蔡英文是有疙瘩的哦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 其实民进党没有所谓的 真的是已经定于一尊了啦 赖清德要在他们党那个面对的困难 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相照我们现在国民党呢 我们现在国民党其实当然 我们也在进行党内沟通 只是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三月现在才三月嘛 那我们经过许多许多的沟通 然后许多不断的团结 在团结在团结的过程当中 我们推出来一个人选 那个时候才叫做真正的定于一尊 那时候的那一尊 才是更有力量 最有能量 最有一些 不管是政治力量也好 又或者是我们团结的力量也好 那时候的这个人选呢 才是最有能力去跟 所谓现在赖清德来去 去战争 然后去跟他冲 然后去赢得最后我们总统大选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所推出来的人选也会是最好的人选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家不要急 然后也不用去说什么 民进党都定于一尊了 其实真的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国民党 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努力 在团结在沟通当中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咯 请观看